這以前促進電業發展的協助金額 是對民工八十八年開始算 算到100.3年 對這個金額是24億9千萬元 24億9千萬元 那是累積了有15年 累積了15年所得到的這個金額 大家應該第一點會有一個疑問 那十幾年都不知道就對了 十幾年都不知道有這條錢 這條錢不是做一個人 這條錢是累積15萬元 所以說今天能夠讓這筆錢能夠公開透明 這個我們真的要非常感謝蘇智恩 蘇縣長 他在那時候就開始在拘捕拘捕 應該要有這條錢 但是怎麼都不變不變就對了 那個時候就開始在追查了 但是呢 我們很遺憾的就是台宿 包括這個賣店 他們給縣政府的回顧 不夠安定 那這筆子的運用的範圍 這個運用的無限 這個有待進一步的 跟賣店這邊 台塑集團這邊 大家繼續 還要上升 不過啦 有這條錢是先免抗的 就是說這二十四月過這裡 我們先提撥一個六億 分成四年一年一億五千萬 來平均就是撥付給雲林縣政府 那麼這條錢呢 是有一定用的 也就是說要用在我們社會透明 雲林縣政府的 這筆子先把它掛出來就對了 那麼第一年的一億五千萬 我們已經得到賣店 它正式來函 我們也已經在禮拜一 來請求議會來墊付 所以說這部分呢 我們一個金額是八千四百多萬 八千四百多萬 這只要錢要做什麼 就是要讓我們簽證 會以上的歐巴桑 在農業的時候 可以少一千塊 可以少一千塊 那麼其他的還有六千多萬 也是要用在這個 社會福利相關的業務 至於具體的要運用在什麼地方 我們會繼續再來做研議重視 這筆錢很單純的 就是一個社會的實力的一個運用 第三個問題要跟各位報告 就是說 歐槍 累積到去年 歐槍還要做十八的九千萬 累積到這個 一百零三年代為止 除了下六月出來之外 然後還要做十八的九千萬 這十八的九千萬 加上以後每一年 包括一百零四年 以後每一年 都將金錢 還要加薪到一百五千萬 這筆錢到底要如何來管理 到底要如何來運用 那這個呢 就必須要建立法制化的一個運作 就對了 那就是說應該要生意的基金會 要生意的基金會 包括它的運作程序 包括它使用的範圍等等 都應該要建立一個常態的制度性的 一個管理跟運作的一個模式 那麼具體的這個範圍 我們會用最負責任的態度 來跟台塑的六千集團 跟賣電的 大家做會來參加的地方 總是願望說 這條市民辦公司 真真正在地面有些幫助的地方 這是第三項目 所以這條我必須澄清 因為這個事情 我今天用最富的這個態度 包括藥家索理文館 都回來了 老建國的留意來 用最富的這個態度 我們會把我們管理做一個概算 這個是非常透明的 這條錢本來就是要給我們的錢 這不穩定的就對了 穩定說起來這不穩定的 過程當中 老實說有剛才有一點困難 但是套回來 剛好而已 這不穩定的 所以我不可能用任何現民的利益 來跟台塑所謂進行交涉 或者有人會說是一個黑箱的交涉 我也說大家用比較開箱的心情 比較理性正向的一個態度 來面對往後 雲林縣政府 如何跟台塑之間來做交涉 我們這項目 大家一項來集齊一半